以下的廣告內容由NordVPN贊助播出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上網紀錄、私人對話、個人資料、甚至密碼 都有可能被心懷不軌的人去竊取 透過NordVPN連線上網就可以提高上網的安全性和私隱度 NordVPN有超過5000部的侍奉器分佈在60個國家 你和NordVPN侍奉器之間的訊息亦都會被皆密難以解讀 NordVPN現在正在推出優惠 只要你在NordVPN.com.vpn 內用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用兩節優惠價申請三年的方案 之餘再送你四個月的服務和價值 接近200元美金的NordPass密碼管理員程式 申請之後亦都有30天的退款保障 就算不適合也不用怕會有 不要再被意圖不貴的人有機可乘了 立即申請性價比高的NordVPN 增加多一重的網絡保障啦 早上5點半準備出發營一出 幸好這個沙灘很近 100米都不夠 之外就已經是沙灘 去到沙灘看看有沒有偽影 9年前我就是走這條路 自己一個人晚上走這條路出去拍牛婆 第一次拍到牛婆 那次真的非常之震撼 我還記得出這條路的時候 都有點害怕 因為只有自己一個 那條路又黑 我又好像沒有燈 淡速走出去 結果真的拍到銀河 這條路就是幫念 走過的路 其實已經到了 雖然Hostel很近 話雖如此 其實自己一個在這裡 都有點害怕 超多雲 原來真的一點星都沒有 儘管先試一下 現在才5點4 但是6點9才日出 5點9左右就會開始變色 所以我才早點出來 但是打算 由星星拍到變日出 晨熙再到日出 不過現在這麼多雲 就… 我也不知道 這一張就是我在2010年人生 首次拍到的銀河照 今天看回當然不覺得是甚麼 翻門明顯太慢 星光都拉到變線了 那時候手頭上的就是 我人生第一部單法Pentex KX 默然回首 那一部的入門相機 那一段的獨遊旅程 原來意義都非常之重大 除了打開了眼界 也確立了好大部分 我今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也讓我了解到攝影於我的意義 時隔9年 又再次回來這個小島 慶幸今天的我 仍然保留著 當日剛剛接觸攝影時的那份熱情和好奇 相機雖然不同了 技術雖然進步了 但背後仍然是那一對好奇的眼睛 遺憾記在9年後再回來 都沒辦法在這裡再拍一張星空照 做一個技術進步的紀錄 面對著滿天的密魂 最後我決定回房拿回地圖 然後向更遠處的東面進發 下次也是 我們去到東面一點的地方 可能這裡看看 可能現在沒有聲響 5點8 這裡距離 最東面應該2K多 3K度 應該要走 半個小時 那也是6點3 天天應該開始光了 不過 不過都應該OK的 反正今天這麼多雲 有沒有升 6點7 就日出了 現在的日出時間 越來越早 而且現在我們上了北一點 應該就早一點 所以還有半個小時 8個小時 還有8個小時 日出 那些鳥仔已經起了身 很大聲 喊得很大聲 喊得很大聲 我都懷疑 是蝙蝠 其實在這個島上走 都不覺得自己在島上 因為這個島上太大了 但是最令我感覺到 這是一個島的地方 就是 野生動物和人是很接近的 例如昨天 無故突然走一走 看到袋鼠 真的是野生的袋鼠 然後 昨天晚上去圓超市 買東西回家走的時候 看到一隻真的不知道什麼 類似箭豬 又不是箭豬 但是一大塊 很大 都挺大隻的一隻 一隻 怕怕肥肥的生物 回到去就好了 很危險 剛才他差點出了馬路 哎呀 在這裡 安全了 安全 好可愛 不要再出馬路了 走了 差點衝了出馬路 我們趕回上草蟲 剛剛就看到蝙蝠 這隻其實就算在香港 在郊野行山 都不會遇到的 反而這些突然之間 遇到野生動物 這些驚喜 是令到這個旅程 更加開心的地方 六點三了 其實天都已經是光了 不過真的看到很多雲 但是今天的日出 真的 真的不太樂觀 但是既然都來了 既然又醒了 無論如何都去拍一拍 到了到了到了 全面應該就是了 我想踩單車 踩單車 Postle的單車被人租光了 哇 開車真是開心 未見官先打80 未到日出位 就要先走2K多 唉 還要走回去 夜生的 夜生的袋鼠 這裡又看到 三隻 四 五 很多隻 其實如果可以拍到袋鼠 做前景都不錯 不過我想去 後面看一看 外面的景 如何 因為這個位置又不是向正 日出 都不知道怎樣 今天的日出又很噁心 完全是難天 想不到來到小島 打算澳洲很好天 都是遇到難天 好,來到6點8 其實已經過了 原定日出的時間 我現在來到 這個叫什麼 North Gorge 不知道什麼 那個點 那裡 就是來到最東邊的地方 你看到 這裡其實 地勢很壯觀 很震撼 我其實走出一點 我都有點害怕 因為現場風勢又大 然後 海樂也很洶湧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今天的日出是好 很漂亮的話 就在我後面的地方出來 其實 應該會有一個 挺漂亮的場景 我今天特地帶了一支 Gimbo 打算拍這個日出的 Motion Time Lapse 但是 現在這樣的天 真的 都不知道怎麼用 都不知道怎麼用到 Gimbo 去拍Motion Time Lapse 所以 嘩,想走出點山 其實真的有點害怕 不是說笑 嘩 不行 在大自然面前 人真的很妙小 我很害怕 不敢走這樣出 走回來了 先走回來了 嘗試拿這個海口 反正都來到了 拿這個海口做那個 日出也好 Time Map也好 先試一下 有海豚 有海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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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嘩,他走到出去外面 嘩,超厲害 當地人,完全不怕 嘩 不打擾他了 我還是不敢出 怎麼那麼出 這裡有一個海口 這裡有一個石口 開口 但好像還是高一點漂亮一點 拿到現在的纖維有少許變色 還有一些放射 拿到10-18可能厲害 拿到10-18先 但10-18下不到CPL 現在它的海水 加到CPL之後 更加深藍 是更加漂亮的 大深深不得 更加有氣勢 兩樣都試試 除了天越來越光 剛剛現在都適應了這裡的地勢 開始夠膽走得出一點點 慢慢看看下面會不會有更好的地勢 再美一點的前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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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些洞衝刷 衝到洞出來 很有趣 有人覺得有兩個洞 雖然呢 走到最初是 走到最初是 很有 衝擊力 但 反而呢 不是很呈現到這裡的地勢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什麼可以 看到了 地下 反而上回高一點點 現在上回高一點點 這裡呢 然後我決定都是拿10-18 我的氣勢比海水更重要 拿10-18 在這裡高位 在這裡高位呢 拍到整個海口的開 這個開口的氣勢 試試看 高位一點 高一點拍到 握一下 嘩 椰子 好厲害呀 耶素哥 好厲害呀 耶素哥 顧著看這邊 耶素哥 先換一支鏡 看看是不是太壞了 先拍照 先看看 失策 原來日出在這邊 我經常以為在這邊 搞到現在我想拿到放射光 又拿不到地景 唯有現在試試過對面那個 對面那邊那個 海口那邊 看看可不可以拍到前景再加上太陽 繞到後面 繞到後面走 好 已經8點4了 因為剛剛遇到兩個美國人 跟他們聊天 聊了幾個字 聊了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才過來這裡 但也沒所謂 剛才也有很多耶穌光 不過現在都開始消散 但我發覺那裡 南邊這一塊石 嘩 好像也不是真的太漂亮 這一邊看回去也不是太漂亮 好像北面那塊石比較漂亮 這裏都完全看不到地勢 真是一般 不過他說 剛才聽兩個美國人說 他們說這裏下面有個 那些海食洞之類的東西 有海浪衝刷的時候 會有些好像鯨魚的叫聲 發出來的 我剛剛也聽到幾聲 嘩 都頗有趣 但是風景來說 就不算 很漂亮 回到這邊 我們剛剛就在剛才那邊 唉 沒甚麼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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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現在陽光灑下去 好像挺漂亮 嘩 嘩 看看拍出來 我們看看YN會不會是怎樣 剛才以為這個位置沒甚麼 打算走 但是 就發現剛剛太陽 射到對外的石的浪 的時候有些溢光 挺漂亮 我就打算拍照 誰知就過到這個位置 發現原來這個位置的構圖 都挺漂亮的 剛剛有些太陽在較低位置的時候 有些耶穌光放射光在海面 其實現在也有些 嘩 嘩 又來了又來了 剛才減弱了 我打算減弱了就可以說一下 都又有些 不過都沒有剛才那麼漂亮 現在只剩下一站 剛才是在雲間滲出來 都拍了一點點 但是最漂亮的位置 其實是剛才我跟兩位美國人聊天的時候 其實放射光是最漂亮的 不過沒有的 有時 拍照 固然拍到漂亮的照片 是開心的 但是你跟不同的人聊天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交流 所以 都沒有說是否值得 但是 好了 那這裡我現在怎樣拍呢 嘩 這浪很厲害 那這裡 剛剛我的構圖就是 拿光這裡 這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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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很大風 那如果我已經拍走了那塊Filtre 應該會掉到海了 好了 那我的構圖是怎樣呢 我構圖就是 剛剛拿了這裡的海口 那剛剛就是放射光射下來 那這個構圖就可以 海口的後面 又有一個放射光射出來 那這裡我怎樣設定呢 首先我用了一個CPL 讓海水呢 是更加藍更加深色 那就可以突顯到 那些白頭浪和海水的分別 那但是呢 也都不要過量 我一開始都是 就是想過很厲害很強烈的效果 就把CPL 完全去除了海面的反光 那就令到右邊的部分 比較黑 很黑 那於是呢 我就再拎回 輕輕拎回一點點 令到海面有一點點反光 那就可以有一點點的平衡 那然後第二樣東西就是呢 那個光差都大 那... 那... 嘩... 很...很漂亮啊 現在很可惜是右邊 是比較黑的 全部都是在左邊 但是如果我構圖拎左一點 這一邊的石子 又沒有那麼漂亮 那所以呢 都沒有了 唯有在等光線 嘩... 這裡其實風勢都很大 剛才我都很怕 那部機會吹到海 那所以一走開 嘩... 不行 好漂亮啊 那如果收窄的光差呢 我剛才試了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用Filter 那我就用完 試了我0.9的Soft、Hard、Reverse 三種類型都試過 那我們看看不同類型的使用效果 那首先就是 不使用任何漸變飛雷鏡 只是用一塊偏光鏡去 去濾除了海面反光的一個基本的情況 那從直出的沿途可以看到 然後呢 岩石的陰影位 就明顯是相當陰暗 而最光的陽光 就略為過曝 如果不是有些雲層遮擋 那稍微減弱了它的亮度 那光差就會更加大 接下來呢 那我就在保留著偏光鏡的情況之下 就分別裝上了三款漸變飛雷鏡做比較 首先就是一個軟偏的漸變飛雷鏡 那由於它的過度區域比較闊 那壓光效果比較溫和 那整體效果也都比較含蓄自然 和不用的時候那個直出效果去最對比 地景的岩石就會因為光差略為收窄了 而稍微變光了 最明顯的改善就是暗部細節的呈現 那但是左邊的岩石的暗部仍然都是相當陰沉的 那然後就換了做一塊硬邊的甜點灰 那由於它過度區域比較窄 所以就可以很有效地壓到光 它變得地景的岩石的亮度明顯就提升了不少 呈現的細節更加多 色彩也更加飽和 那似乎令到畫面改善了不少 那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左邊的山勢就會發現 因為它剛剛在正的過度區域 就會有一些不自然的變黑情況 就算我嘗試將類鏡移去不同的角度和位置 其實都未能夠完全消除這種情況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天空的部分 反而是顯得比地景還要暗一點 因為有點不自然 最後會買一塊反向的漸變灰 反向的過度邊緣就明顯 而且是由深入淺的 那就跟硬邊的情況相近 左邊的山勢同樣都會有一些不自然的變黑 這四張直出的沿途 就是你在現場用來做判斷的根據 到底哪一張最有利於後期製作呢 你又會選擇哪一塊類鏡呢 以下就是我現場作出的分析 剛才太陽在較低位置的時候 我試過用Reverse 都可以的 但是因為它的線都明顯 會令到天亮暗過地 但是都不要緊 我們後製的時候可以 推得平衡 但是隨著太陽的光線又變化 慢慢我發覺Reverse又不夠了 因為太陽比較高的位置 再試Soft Soft 雖然壓光力不是太強 但是效果會比較自然 然後我試過Hard Hard的效果就是 很有效壓到光 但是也有可能是不太自然 在來來回回 我試了幾個權衡效果的比較之後 都覺得用Soft 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就用了一塊0.9 Soft 的 摘面灰淚鏡 再配合CPL 偏光鏡 把海面的反光壓一點 怎樣?大家選擇的選擇和我一樣 以我估計 有不少朋友會選擇硬面或反向 因為它們的效果最明顯 地景也最為突出 但是大家請留意一下 我剛才問大家 哪一張是最有利於後製 而不是哪一張的直出效果最好 這個也是我現場做判斷時的準則 我固然希望保留最多的資訊 因為資訊越多 彈性越大 但是根據方圖所示 三款類的都足以令到極端部分的資訊 可以保存下來 所以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哪一張我們可以用最少的修正 做到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以這裡為例 由於硬面和反向的效果 會令到天空被地面稍微暗一點 所以我就會知道 當我後製的時候 我是需要額外去拉一個漸層類鏡 去做一個局部的亮度調整 而這一部要做得自然 可能都要費一番功夫 而軟邊的那張 雖然它的直出效果不是最搶眼 但是它整體效果是最自然的 而且我也知道 它偏暗的陰影部分 在後製的時候 只要輕輕一推 陰影細節就可以推回來 再試上 在高速快門和低速快門的分別 因為我看到浪是非常厲害的 到底是用高速快門好一點 還是慢速快門好一點 我又試了 現在用了一塊 ND64CP-L H&Y獨有的一塊 二後一的雷鏡 就試了 使用快門壓慢一點 看看哪個效果大家比較喜歡 另外我還試了用包圍曝光 但是包圍曝光我有一個隱憂 就是因為你看到浪是不斷動的 就算我的包圍曝光 它是很短時間插五張也好 浪都可能會動了 我不知道合併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奇怪的效果出來 來實際試驗一下 我就利用了Lightroom 將這五張不同曝光度的連拍照 合成HDR照 在這裡我們的重點 就集中在海面動的部分 看看有沒有一些不自然的合成情況 從預覽圖就看到 其實效果都已經相當不錯了 可能因為海水本身就沒有一個很規律的紋理 所以就比較難察覺到一些不自然的地方 然後我們也試試消除鬼影的效果 在輕度的情況 受影響的範圍就是這些 其實這兩張用前用後都沒有太大的破綻 當我們用到中度和重度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海面明顯改變了 受影響的範圍也大了 但是整體看起來依然 似乎都沒有太大分別 不過這裡就展示了 包圍曝光的一種局限 大家留意一下輕度和中度 裡面 岸邊的海浪的形態其實是不同的 但是在合成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選擇 我們要呈現哪一種 只能夠交給軟件去做選擇 我們最多只可以像現在這樣 在不同程度裡面去選擇 而如果我們是用類鏡的話 由於它是一張過的紀錄 就可以透過這麼快門的時機 來選擇去記錄不同的形態 當然這種局限未必經常都會構成問題 就像現在的例子 海浪的形態其實可能只是無足輕重 但是作為攝影師 我們都必須要意識到 就是合成HDR的這種特性 以免在關鍵的情況 就會被軟件吃住了你 所以 類鏡和包圍曝光其實是兩種方法 去處理這個光差 各有利弊各有局限 要看回現場的環境 如果你不肯定的話 就像我這樣 亮都試光了 甚至乎我們試了用了類鏡 再加包圍曝光 務求令到最光最暗的位置 都完全是可以掌握到 回去後製的時候 再看看彈性 可以有彈性在這裡 現在你看到太陽已經上到很高的位置 再沒有雲可以遮住它 去放射光出來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今早這個位置 雖然拍不到一個美的日出 但是 早上的情況 有一點點耶穌光 放射光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風景 那可能明早 再走3K過來這裡 拍些 希望明天有個美的日出 大家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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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留意 風勢 如果是向這邊吹 那你要有一隻腳 是在風的另一邊 那你反的時候 就是最容易反 你這樣吹的時候 你會這樣反出去 就是如果風這樣吹 我最容易就是這樣反 那所以 如果你感覺到現場的風勢 是向哪個方向的時候 你記得那三角位 要其中一隻腳 就在風的位置 即是順著風的位置 那你就沒有那麼容易反了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掛著一個重的背囊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令到你的腳架的重心 又低一點 和穩陣一點 就沒有那麼容易吹 剛才呢 我沒有掛著的時候 我也不敢走開 如果我放到手機 我都要躺下來才敢走開 否則一吹下去 就... 真的渣都沒有 那這就是大家 在大風的環境之下 開腳架的一些 小小的 技巧要注意 然後我們跟著它 然後我們跟著它 在這裡 嘩 不錯的畫面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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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10點了 現在離開這個 什麼Gorge Gorge 什麼鬼啊 離開這個 在這個 North Starbrook Island 最東端的 Gorge Walk 雖然今天這裏 雖然今早的日出 不是很美 但是都 盡了能力 在現場拍到一些 都OK的作品 我覺得其實 旅行拍照呢 就是你不是 一定每一刻都會 遇到好天氣 好美的天 但是我覺得 關鍵就是 你怎樣在 現場 即是有限的條件之下 創造到最好的結果出來 其實這件事也是我 經常都 對於拍風景的一種 一種態度來的 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歡 拍燒天 很喜歡拍大景的時候 才出動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 就算沒有大景 就算沒有美天 其實你 出動之後 盡你的所能 在現場創造到 最好的結果出來 即使你遇到一個 不是太美的天 或者你遇到一個 不是太美的場景 你怎樣可以在 這個環境之下 創造到最好的作品呢 你怎樣去分析現場的光線 怎樣去感受現場的氣氛 去創造到你的作品出來 其實這一個技巧 我覺得才是重點 尤其是旅行攝影 你可能只有一次機會去到某個地方 如果你遇到一個景 天氣不好 天氣不好 那就沒有了 所以 如果你可以有一個能力 就是 就算 可能遇到的天氣 不是太好 我都盡量去創造 看看可不可以創造到 一些都算OK的作品出來 其實這個 就可以大大提升到 你拍到好作品的機會 這件事我也鼓勵一下 大家去嘗試一下 除了追逐大景 追逐消天 這些場景之外 都可以嘗試在一些 不是說很特別的場景之中 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怎樣 可以創造到一張 你滿意的作品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要收夜了 我的巴士下 五至十分鐘之後就會來了 所以現在要收夜盡 不如走吧 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三分鐘 OK OK 嘩 剛剛拍得及 離開了北島之後 我們就啟程回來 參加一個好朋友的婚禮 之後就回香港了 這次的旅程 雖然日期好早就定了下來 但是直到下機的一刻 行程依然都是一片空白 因為出發之前發生的事情 令我們根本無時間 亦都無心情去計劃行程 這次的澳洲之行